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古埃及皇权的传统的知识 分子遗传学家甘德说 科学家们从木乃伊的骨盆跟大腿处来取样 然后跟女法老的祖母的DNA的样本来做对比 初步检验结果可以百分之百的肯定 这个木乃伊是古埃及女法老夏雪书的 研究团队在确认了这句木乃伊的身份以后 更希望透过研究这句木乃伊 得到更多有助于解开这位埃及唯一的女法老的秘密 以及她的死因 为什么称夏雪书是古埃及唯一的女法老呢 而为什么夏雪书的塑像 她的名字 以及她的公鸡 在夏雪书统治埃及的第22年以后 通通都被抹去了 最后 闹得个被抛尸在十关以外的下场 很显然的 在历史的某一瞬间 夏雪书被刻意的消失了 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相信大家一定十分的好奇 究竟夏雪书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而她是不是摩西的养母 本集诚心诚意节目 将带您探索这一个传奇的埃及女法老 以及她所引发的圣经上面的议题 夏雪书也有人翻译成 哈特谢普苏特 而夏雪书这个用广东话音译的名字 听起来更像是华人的名字 他的父亲是图特摩西一世 图特摩西一世 也就是开创了古埃及一代盛世的 第十八王朝的法老 夏雪书的祖母 是古埃及的第一位神妾 也就是阿蒙神的女人 阿蒙是一位埃及的主神 起初阿蒙仅仅是迪比斯的地方的神奇 一直到第十八王朝 阿蒙神才开始成为埃及普遍承认的神 甚至阿蒙神走出的埃及成为了宇宙之神 埃及法老们把自己的一切胜利都归功于阿蒙神 并且在阿蒙神的神庙上面费尽了他们的财富以及劳力 阿蒙神被描绘成为人形 头戴着一个头罐 由头罐上面笔直的伸出两根平行的羽室 夏雪书的母亲是图特摩西一世的皇后 也继承了阿蒙神神妾的位置 所以夏雪书生下来也注定成为阿蒙神的女人 是地位高贵的阿蒙神的神妾 公元前1512年 图特摩西一世去世 因为皇后没有儿子 使能选择妃子所生的儿子来继承王位 这位继承的法老 也就是图特摩西二世 按照埃及王室的规定 图特摩西二世 因为她是妃子所生的 必须要娶同父异母的妹妹 也就是王后所生 而且具有神妾身份的夏雪书 才能拥有埃及皇室的血统 由于图特摩西二世体弱多病 夏雪书在18岁的时候 跟丈夫共同来掌权 在她丈夫去世以后 由于图特摩西二世跟夏雪书 没有生下儿子 所以图特摩西二世 跟她的妃子所生下来年幼的王子 跟图特摩西二世跟夏雪书 所生的女儿成亲 成为了法老的继承人 夏雪书则以摄政王的身份 全权管理整个埃及的国家的事物 后来夏雪书联合了埃及神庙的僧侣 来夸大她身为阿蒙神神妾的身份 在阿蒙神神庙的石碑顶端 放置了许多的金盘 来反射太阳的光芒 在古埃及的时期 太阳神 辣的名字 有时候会跟阿蒙神的名字 结合在一起 特别是在阿蒙神作为众神之王的时候 在埃及 天堂的统治权是属于太阳神的 而阿蒙神也就是最高神 也就是作为众神之王 因此从逻辑上面来说 阿蒙神也就是太阳神 夏雪书向世人证明 他跟阿蒙神也就是太阳神 亲密的关系 因此神妾是太阳神的女儿 也是太阳神的女人 夏雪书打破了女性 无法当法老的传统 成为埃及首位 也是唯一的一位女法老 从公元前1479年 到公元前1458年 夏雪书成为古埃及第十八王朝的 第五位法老 夏雪书总共在位22年执政的期间 埃及十分的稳定以及繁荣 尽管如此 夏雪书迫于社会的风气 依然忌讳母后夺权的后宫干政的形象 为了维护皇权 他22年执政期间 总是以男子的身份出现在百姓的面前 在现存的夏雪书的雕像当中 夏雪书常常是威严的执着权杖 有时候甚至留个小胡子 现存的夏雪书的壁画当中 也全部留着胡子 着男装束胸宽袍 有时候夏雪书出外的时候 总是把胸部捆紧的像一块烫衣板一般 不过在壁画名文当中 对女法老的称谓 总还是用阴性的代名词 这或许也透露出夏雪书 希望保留女儿生的自豪 以及古埃及女性地位低下的无奈的心态 就在夏雪书统治的第22年 图特摩西三世忽然重访王位 而夏雪书从此不知去向 而他统治的印记也统统被抹去 至今 埃及的史学家都无法解释 但是夏雪书是如何失去他的权利的 也说不清楚夏雪书的死因 根据圣经年表 我们可以推断 摩西大概是出生在公元前15世纪的中叶 这个时间大致跟夏雪书 作为公主 以及女法老的时间相符合 当摩西出生的时候 夏雪书 还是图特摩西一世的女儿 而摩西出生 发生在夏雪书嫁给他同父异母的兄弟 图特摩西二世以前 有学者认为 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期的法老 应该是阿蒙霍特普二世 也就是公元前1427年到公元前1401年 按照圣经出埃及早期派的理论来推断 摩西大概是出生在公元前1520年到1527年当中 有关摩西的出生记载 圣经出埃及记第二章曾经提到摩西是出生在法老要下令杀进西伯来南英的白色恐怖期间 出埃及记第二章第三节记载着 后来不能再尝 就取了一个蒲草箱 抹上石漆和石油 将孩子放在里头 把箱子搁在河边的炉笛中 在这段圣经短短素颜当中 就出现了好几个来自于埃及自根的用词 例如 蒲草 香 石漆 河边 卢笛 这些字都反映了当时埃及尼罗河河边的用语 就连摩西这个名字 也是埃及的自根 Moses 他的自根 Moses 是孩子的意思 这个自根也出现在跟摩西前后同时代的法老名字当中 例如阿蒙摩西 图特摩西 雅赫摩西 拉摩西 等等 摩西的出生时期 正值法老图特摩西一世当政的时候 图特摩西一世的女儿 就是那位河边洗澡 继而收养摩西的法老女儿 也就是后来成为埃及第十八王朝的下雪珠女法老 那时候的埃及 有时候也会延览外族优秀的青年 在宫中接受文化的训练 因此 埃及的公主 去领养 西伯来人的男孩 宫中 有谁敢多言 于是 摩西得以在宫中长大 并且成为法老王最宠爱的公主 夏雪树 所收养最得宠的儿子 夏雪树女法老 是一个了不得的女中豪杰 连她的父亲 图特摩西一世 都得让她三分 夏雪树女法老跟图特摩西二世 以及三世共同治理埃及的起见 把埃及建设成为当时的超级大国 在许多的考古发现当中 人们发现夏雪树的名字 跟图特摩西三世 通常是并列的 而且夏雪树的名字 通常都是在前面 在卡纳克神庙里面 发现了一座红色的祈祷寺 这座建筑在图特摩西三世 统治的晚期就已经倒塌了 在考古挖掘当中 人们发现红色的祈祷寺 应该是夏雪树跟图特摩西三世 共同使用的一间寺庙 他们的名字始终是并列在一起的 同时考古研究者发现 大规模的迫害夏雪树的遗迹的行为 并不是发生在图特摩西三世 正式统治的初期 而是发生在图特摩西三世 统治的晚期 也就是说 图特摩西三世 允许夏雪树的名字 跟他名字在一起并肩了20多年 图特摩西三世 并不是一个庸俗之辈 他被称为是古埃及的亚历三大大帝 他在位总共22年 总共出征了17次 创立了古埃及最大的版图 现在看来 这一切都得益于夏雪树对他的培养 这位女王大权在握 甚至登上大位以后 是否就因此上演了宫廷相残的戏码 也就是夏雪树企图要剥夺 图特摩西三世的王位继承权 而热衷于期待另一位优秀的法老候选人 也就是摩西 于是夏雪树从军政各方面来培养摩西 这当然大大的激怒了图特摩西三世 所以在夏雪树死亡以后大概20多年 图特摩西三世正式组政的期间 图特摩西三世将所有的夏雪树女法老壁画 夏雪树的名字跟浮雕肖像全部都抹去 公元1903年 英国的考古学家卡特 在埃及的帝王谷发现了夏雪树的林木 但是在石棺当中并没有找到夏雪树的木乃伊 夏雪树的墓屑 令考古学家们木凳口呆 因为到处都是刻意的毁坏 满地都是破碎的法老的雕像 因为古埃及人敬畏法老如同神明一般 即便是盗墓者也害怕法老的诅咒 所以不会去破坏木乃伊 这样看起来 林木的主人是遭到毁坏者愤恨的发泄 另外一个墓穴当中 却找到了两具老年的木乃伊 一具在石棺当中 另外一具则是在地上 埃及的考古学家 认为这两具木乃伊 是夏雪树跟他的奶妈 在公元2002年 在美国探索频道的赞助之下 埃及以及多名国际的考古学家 再次的寻找夏雪树的木乃伊 他们使用了现代化的设备 对数千具木乃伊进行了探测鉴定 最终将范围缩小到 其中的四具木乃伊当中 首先考古学家们 对已知夏雪树的父亲 图特摩西一世 和他的同父异母的丈夫 图特摩西二世 以及他的妓子 图特摩西三世的木乃伊 进行了断层扫描 找到了他们家族共同的特征 然后缩小范围 做DNA的鉴定 这一个结果进一步的缩小到 其中的两具木乃伊 这也正是夏雪树奶妈墓中的 这两具木乃伊 最终的线索来自 柯有女法老名字的陪葬陶冠 经过扫描以后 从当中找到一颗牙齿 以及内脏 这一颗关键性的牙齿 跟其中的一具木乃伊 所缺的一颗上旧齿 完全的吻合 从而考古学家们确认 这具被误认为奶妈的木乃伊 正是夏雪树女法老的木乃伊 学者们猜测 夏雪树的木乃伊 是被图特摩西三世 泄恨 而从原来的墓室当中拖出去 扔在奶妈的墓中 因为图特摩西三世认为夏雪树 不配安葬在法老的陵墓当中 所以探索之旅到此 终于真相大白 原来这个真是一出埃及的宫廷斗争的戏码 夏雪树虽然跟他的技职 也就是他的女婿图特摩西三世 共同执政的一段时间 然而他最主义的 还是他收养的养子摩西 来继任他的大位 而摩西因为不愿意继承法老大位而出走 图特摩西三世 在夏雪树死后抛尸泄恨 并且将他的名字从埃及的历史当中彻底的除去 当然这只是部分学者的猜测 我们需要更多的证据来证实他的可信度 至于确实可信的事实 则是夏雪树并不是一位貌美如花的埃及艳后 而是一位50多岁体型肥胖的女性 因为古埃及独特的埋葬的方式 和埃及干燥的气候 使得考古学家们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也就是他们能够找到几千年前国王的尸体 而现代的DNA的检测 又给了木乃伊验名震生的机会 经过对夏雪树木乃伊的研究发现 埃及的考古学家唐纳德·赖恩说 夏雪树不仅仅是体重超重 而且应该被划入为肥胖者的行列 考古学家们声称 跟大多数现在的肥胖的女性一样 夏雪树可能患有糖尿病 科学家们发现 其实夏雪树的形象并不完美 她的头发前半部有些凸 但是她还是尽量续长后脑勺部分的发型 而且她还喜欢在手指上面涂黑色或者是红色的指甲油 但是这种化妆的风格 显然不太适合这位已经年过中年的女性 科学家们进一步的检测发现 这位女法老还有蛀牙 而且可能患有皮肤病 开罗大学放射性学者赛利姆说 夏雪树的脸上跟脖子上 还有很多明显皮肤病的痕迹 这很有可能加重她的健康方面的问题 夏雪树 随着她的木乃伊的被发现 这一位传奇的女法老的绅士 又再一次成为大众注目的焦点 经过了本集节目的探索 相信你对埃及女法老夏雪树 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 摩西如果是夏雪树所收养的义子 就不难理解她的名字为什么是摩西了 因为夏雪树的父亲就叫做图特摩西一世 图特摩西也就是图特神之子 由于夏雪树身为太阳神Raw 神妾的身份 而在夏雪树的棺果之上 出现了一个名字叫做拉摩西 也就是拉神之子的意思 因此有人推断摩西 本来是叫做拉摩西的 而后被简化成为了摩西 我们姑且不论这是否属实 如果夏雪树真的是摩西的养母 我们相信西下没有儿子的夏雪树 对于摩西必定是势如己出 并且曾经付出极大的爱心去栽培他 更期许他未来有的成就 然而在圣经的西伯来书第十一章 第二十四到第二十七节当中记载 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 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 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 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 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势 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亡怒 因为他恒心忍耐 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 旧约当中提到摩西因为杀死埃及人 而逃离了埃及王宫 躲到米甸部落去 但是照理说摩西身为埃及王子 即使杀了人也应该不会有太大的责罚 真正的原因可能是下雪书 想要让摩西来继承法老的大位 而导致跟图特摩西三世起了争执 甚至摩西杀死了图特摩西三世的 不从官员或者是卫士 并且因此离开了埃及王宫 也有人猜测说是因为摩西不想跟图特摩西三世 争夺法老之位而与下雪书起了争执 导致了摩西的出走 每一个人都会成长 但最重要的不是声量的成长 而是信心的成长 我们可能有很多圣经的知识 有很多属灵的经历 但是我们是否有信心去过一种跟世界不一样分别为生的生活 这就是信心的见证了 摩西的信心和他深深的父母有关 摩西的父亲叫安兰 母亲叫约基别 两人都是立位之派 当摩西出生的时候 以色列人在埃及居住了三百多年 他们生养众多 并且繁茂极其强盛 那时 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 新王眼见以色列人极其强盛 对埃及人造成威胁 就下了一道灭婴令 凡西班牙妇女所生的婴儿 只要是男的都要丢在河里 在这种情况之下 摩西出生了 疼爱儿女是父母的天性 将自己亲生的儿子丢在河里淹死 这实在是下不了手 可是摩西的父母 想要违反法老的命令 自己却会遭到杀身之祸 摩西的父母在两难之间十分的痛苦 他们应该怎么办呢 结果他们将孩子长了三个月 后来实在是藏不住了 就将孩子放在一个蒲草箱里面 搁在河边的颅笛当中 也就是这个时候 一个法老的公主 听到的婴儿的哭声 不禁生出了怜悯之心 她知道这是希伯来人的孩子 但是还是把她收养了 而这个法老的女儿 把摩西当作是上天赐给她的孩子 在中国有很多的俗话说 养母的恩情要比生母来得大 比如说养母大于天 生母丢一边 或者是生生没有养生大 生母不如养母大 生的靠一边 养的恩情大过天 等等这些俗语都在说明一个事实 那就是说尽管生母忍受了十月怀胎 以及生产之苦 然而养母养育的恩情 却要比生母的恩情来得大 这种看法古今中外截然 虽然养母下雪书的恩情这么大 但是这对于摩西来说 这反而是她一生当中最大的痛苦 因为摩西身为希伯来人 而这位法老的女儿下雪书救了摩西 而后又用了许多的心力去教养摩西 使她学会埃及的一切学问 并且培养摩西 使她说话形式都有大能 但是等到摩西长大了 养母下雪书 很可能利用她在埃及王宫的身份地位 想要培养摩西作为法老的接班人 甚至不惜与自己的忌子 图特摩西三世决裂 然而神拣选摩西 成为领导希伯来人出埃及的领袖 摩西毅然决然选择离弃 爱她自身的养母下雪书 摩西甚至不肯被称为法老女儿之子 这对于摩西的养母下雪书 这是多么大的伤害 而这对摩西而言 也是多么大痛苦的抉择 但是信心的长大 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一个神索要用的人 往往受到家庭环境的捆绑 我们有理由相信 摩西是大有机会在埃及皇宫当中 得到重要的地位 甚至是埃及法老的大位 或许你会认为如果摩西能够当上法老 不是能够为希伯来人做更多的事情 而且希伯来人也不必受这么多的苦难 但是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 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 摩西最终选择了神为他拣选的道路 去和百姓一同受苦害 而不肯在埃及王宫当中 享受暂时在最终的快乐 这正是人世间爱恨纠葛南哥舍 有道是情意两难一尖挑 这条路是埃及宫廷繁华梦 那条路是西奈旷野天涯路 亲爱的朋友 如果你是摩西 你会做什么样的选择 谢谢你收看本集诚心诚意节目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